道路适量的橄榄油到容器中 再加上中旅油以及氢氧化钠并加以搅拌均匀 同时加热到40度并不断地搅拌 南开科技大学乐林大学 这一次特别设计了一系列的手工制作课程 让学员们从做中学体验制作的乐趣 推广教育中心主任表示 南开科大乐林教育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 秉持着教育部快乐学习的精神 在课程的部分协助长者 包括饮食身体健康部分 一些基本的知识之外 也开设多元的课程 让长辈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 南开科技大学推动这个乐林教育 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秉持着 这个教育部的一个精神 就是希望长辈们能够快乐学习 然后忘记年龄 所以说我们在课程的安排上面 主要就是能够协助长者们 他们不管是在一些居家生活上面 饮食啦 然后或者是身体健康 或者是一些交通安全等等 一些相关的基本知识以外 那我们也开设了很多多元的一些课程 让老人家们 长辈们他们在闲暇之余呢 可以培养一些个人的一些兴趣 像今天我们的一个手工造的一个课程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自己动手做 然后呢知道这样的一个制作的一个程序 那未来做了之后也可以在家里使用 那除了像这样的一个手工造课程以外 其他我们还有很多像燃房啦 然后画画啦等等的 那也都深受长辈们的喜爱 长辈们对于这项手工造的制作 感到相当有兴趣 平时很少接触到这一类的制作 而有机会亲手制作的经验非常好 这样的课程也让他们多一层知识 我们今天在南开乐领大学 是上手工造 由这个王佩琴老师来指导 他教我们怎么做手工的肥造 平常我们真的都没有去接触这个 买来就用 那有这个实体的经验真的不错 他也很有耐心 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做 这个很吸血 这样给我们多一个知识啦 我是觉得真的这个课程 对我们来讲多一层的知识 多一层的认识真的不错 今天的手工造呢 它是试一试那个全身都可以洗的 这老师就是佩琴老师 就是非常用心的教导我们 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大家实际去体验 每一个人都会做得到 就是说你带一个手工造回去 这一块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我们也是体验到怎么做 当然有材料老师帮我们准备好嘛 那他也有一些材料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家要做的话 我们可以按照他那个 我觉得是很好 很好的一个企业 指导老师王佩琴表示 这一项课程总共做了七种手工造 透过上课让长辈在课程中认识皮肤 利用手工造调节肤质 并且自己动手做建立置信 好 我们今天主要是 我们南开科技大学的乐林班的同学 然后上洗发饼 还有一个植草的牛乳照 植草橄榄马赛照 那其实这门课呢 我们总共做七个照 好 一共上三次课 然后让他们做七个照 那就是这些高龄的长辈 其实让他们来这边 我觉得就是很好 就是说 刚刚我们看到他们是手忙脚乱 可是手忙脚乱里面 他们是会慢慢去建立秩序 好 让他们慢慢去体会 然后这一期的课程 我最主要是用一些天然的材料 像植草 现在因为这个疫情 大家都会喜欢一些天然的物品 然后来保护我们的身体 那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内容 给他们 给我们的高龄长者 一个最好的照顾 跟让他们去体会 在日常生活里面 像他们刚刚问我说 你用什么油 好 那我就是尽量是想 苦茶油啊 芥花油啊 因为他们的厨房 就有这样的东西 好 让他们用他们生活里面 贴近的东西 将来他们也许回到 他们自己的家里面 他们也可以开始从事 或者是自己开始去做这样的东西 今天的课程 包括有洗发柄以及牛乳罩 都是长辈们自己 亲手调配的材料 自己压磨成型 尤其是牛乳罩 制成较为复杂 长辈们依照老师的指示 每个动作慢慢完成 尤其温度的拿捏相当重要 长辈们相当细心 对于每个步骤都做得相当彻底 希望做好之后的手工罩 自己用起来能够更加安心 记者陈寅志 草藤正采访报道